接下来呢 我们带您去陕西大利县 这里面呢 虽然是地处内陆 却是与沙有着渊源 千百年来 黄河 渭河 洛河 在此流淌 形成了400多平方公里的沙院 这里呢 也是陕西关中最大的沙漠 沙丘地带 然而呢 在沙院里边 牡丹 韶药 蓝香芥 这些娇艳的鲜花却竞相绽放 释放着一种独特的美 现在呢 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沙院 牡丹观光园里的总台记者谭海梅 带大家一起去欣赏沙窝窝里的四锦繁花吧 海梅 你好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丽娜 沙漠里开出的鲜花 有着怎样独特的美 此时此刻我就身处这样的花海之中 这里是陕西大利沙院牡丹观光园 一千八百亩的园区 虽然是以这个牡丹命名 但这里却是百花齐放 正在开放的紫色的小花是蓝香芥 微风吹过 身姿摇曳 犹如一片紫色的海洋 畏畏壮观 再来看到的是娇羞的于美人 花开妖娆 青莹花观似朵朵红云 翩翩起舞 长阳花海 但见繁花似锦 夺目如霞 好 我们现在进居里 首先来看到的是当家花旦 牡丹 沙原牡丹园区现有九大色系 十大花形在内的三十多个牡丹品种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 名叫瑶黄 花形似黄冠 因为长势强 成花率高 花形丰满被誉为牡丹之王 适合在中性微减的土壤地带生存 而且一旦成活 根系深植 既能够固杀又兼具高颜值 眼下园区里的牡丹虽然已经过了生花期 但是工人们您看不敢怠慢 毕竟是生长在沙漠里的牡丹花 修枝 除草 养护需要格外的用心 这个五一架期比牡丹园区更热闹的 其实是在我身后这个勺药园区 那三百多亩的勺药花呢 近期也是陆续迎来了圣花期 刚好和这个牡丹的花期形成了接力 放眼望去 五彩斑斓这个勺药花随风摇曳 仿佛给这一片沙粥披上了绚丽的锦段 也吸引着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其实说来啊 这一片沙院里的花海美景真的是来之不易 大家随着我看我脚下 您看像这样的沙土地要想养活花 保水是关键 普通的这个土壤种花呢 一般的这个生长周期浇三到四茶的水 而在这里的这样的沙土地 需要浇十次以上花才能够存活 所以八年前园区在做这个基础建设的时候 就已经规划好了这个第一罐的设备 那么在这样的沙土地里 用这样的灌溉方式呢既能够节水又能够饱伤 在八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沙土的含量大 那么当地的农户种植的像玉米红薯等等 这些农作物呢容易漏肥漏水 所以往往是广众博收 那么时间长了这里就成为了撂荒地 在2015年园区从改善基础设施率先做起 那么经过一年又一年持续不断的努力 平沙造田1200亩 在沙地栽植了各种的苗木将近24万株 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 把整个的沙荒地建成了真正的沙漠绿洲 那在这个即将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 来这里的游客是将近三万人 您看这沙窝窝里 是不是走出了一条生态 加乡村旅游的致富之路 丽娜陕西大力的沙院美景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的 海梅 感谢海梅从前方发挥的报道